我們開什麼題目前也好 我想說一下剛才我有一個 小小的經歷 我去了香港仔中心吃個早餐 以前我記得香港仔有一間叫謝忌 吃魚蛋的 我想看看香港真的會不會有些 其他老婆可以吃魚蛋 我真的找不到 很失望 其實我現在經常有個 我有個心願 就是希望有個有錢人 有個商場 有一層是很便宜租 租給這些 頂不順貴租的老牌餐廳 可以讓他們繼續經營下去 這個我心願 堪食的葡萄籽 讓葡萄慢慢縮縮縮縮縮 很緊張的 慢慢濃縮的糖分 炸出來就會很甜 所以就做到這隻叫貴婦葡萄的甜酒 這個區很出名的 蘇昌 為什麼會選這隻酒去配香蕉蛋糕呢 其實甜品最好是找甜酒配好一點 嗯 通常會做一些我們叫做隔小物 這是日文的漢字 就是一些散事包 鎖匙包 就像你這個散事包 對這個 其實這一種叫做薯膏皮 其實我們如果中文叫做 就叫做薯膏皮 或者叫做植油皮 就是在加工的過程裡面 就會用了一些植物的油份去做 這個就是用皮的特性 因為皮它們自己有個慣性 就是你看到本來一塊皮的平面 那為什麼我們的銀包 或者我們的護照 它會自己摺起來呢 其實就是它中間 慣性了 這樣就摺了下去 這個模型的就是用那種慣性 這樣就令到它保持了一個形 今天多謝了Angus 和文豪 謝謝 我們來吧 那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